沒有病給你沒餓死 眼鏡媒體拍攝 男子惱羞成怒一旁的妻子 連忙拉住制止 你們不是要居家檢疫的嗎 你們為什麼可以要出境 夫妻兩人那麼氣 原來他們2月初 從新北搭機到金門 打算從小三通去大陸 只不過當時該居家檢疫的他們 卻私自胡亂外出 被移民署抓包後 立即開罰30萬 但最誇張的是 兩人罰款都沒繳 選在交款期限內 鑽漏洞從淘機直接搭機出境 50多歲的江信夫妻 2月2號從小三通入境 需要居家檢疫14天 2月6號卻被發現 從送機搭機到金門 企圖再從小三通闖關廈門 偷跑被抓包 造罰30萬 沒有想到兩人沒學乖 不斷挑戰公權力 在隔離期滿後 故意挑在追繳罰金期限之前 2月19號淘機出境 30萬罰金沒人繳 讓人質疑 夫妻倆根本蓄意 規避罰款 我們用逃逆之餘 依法加以限制出境 這個夫妻戶籍都在台中 住在新北市 名下沒房沒車 但有保單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將會通知保險公司 將兩人保單 提前解約 以解約金強制扣押財產 仍然在歸國後 繳罰金之前 一律限制出境 我們當然會有一些 時間上的差 移民署那邊 就會租金它14天 被罰撈跑讓人傻眼 衛福部23號發文 決定把15到30天的裁發日 縮短成7天 民眾預計威剿一律禁止出境 而截至26號前 已經超過250人被開罰 罰款高達近2000萬 沒有病啊 給你沒餓死啊 這個夫妻居家檢疫期 四處趴趴走 隔離沒結束 先試圖闖關出國 危害自己 遺憾別人的健康 現在又落跑出境 想規避罰款 這樣的錯誤示範 看了怎麼不叫人 火冒三丈